一段的話就是只是說把那個檔案給打開來而已 那第二階段就是結合什麼 結合那個 上個禮拜的新增資料的那個範例 那新增資料各位還應該還有印象嗎 就是第一個 我們要先 import這個SQLite 然後呢建一個這個資料庫 那資料庫的名稱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用之前的Cursor01.db 或者你不想要 你可以把它改一個名稱都沒關係 叫member.db也可以啦 然後底下都一樣 只是說呢後面這個地方要create一個table 這個 create一個table就是資料表 名稱這個可以改 之前叫table01 那我們可能叫什麼 可能就叫member吧 這叫member01也可以啦 然後後面的話呢我們之前兩個欄位 放兩個東西 那現在的話有五個欄位 所以呢吼 你就不能 就是要 記得用用那個五個欄位給他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把資料放進去 不過呢把資料放進去呢之前是只有放一個資料 所以執行一次就放一個資料 但是現在的話呢是有50個會員 所以啊變成你這個資料就變成要跑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就是你每跑一次 就是去執行incerin2 然後放1號的資料放進去 然後呢再跑第二個放2號 放3號意思類推 應該可以 理解吧 所以啊第2個階段就是 把剛剛的開檔跟新增資料二合為一啦 那什麼二合為一喔 基本上吼 我們可以把這個拿來當範本 把它複製好了 OK 複製之後的話呢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程式的 這個底下 我剛剛把這些先刪掉好了 OK喔 好貼到底下 把它兩個拼湊這樣 那拼湊的話呢第1個 第1步的話可能要先怎麼樣 把這個impot一定要放上面 所以impot OK 放這裡喔 所以乾脆啊 乾脆把 甚至impot之後呢 建立資料庫建立資料表 這個應該都把它放 也就是說前面五行喔 程式呢 基本上乾脆就放上面算了 因為 反正我在 讀檔之前呢 我要先建一個空的資料庫 那資料庫也許啦 我們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member 這個名稱不改沒關係啦 也許我們叫member 改一下 所以將來的話會在 你的那個根目錄底下會出現有一個在member.db的一個檔案 就資料庫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建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member 看一下我雲端上面的 其實就要把它做統一好了 叫member 這個地方我一樣 放科斯里 不過這個不改沒關係啦 我改一下 乾脆我把它改一次 這邊的話呢 member.db 然後我放在哪裡呢 放在member01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把它改成一樣 叫member 01 然後面的話呢 總共會有五個欄位 所以五個欄位有怎麼把五個欄位變出來 基本上我的習慣 因為喔 到底那個欄位名稱要取什麼 比如說第一個是編號 第二個是姓名 那你可能還要再取 盡量 英文名稱比較不會出錯 不過每次都要想說要取什麼名稱很困擾 所以喔 後來我想一個方法 乾脆喔 就學那個Excel Excel的欄位名稱叫什麼 第1欄叫什麼 叫A欄嘛 第2欄叫B欄嘛 那以後像我們練習的時候 後來我發現 乾脆叫A 第1欄就叫A欄嘛 第2欄叫B欄 這樣很好記嘛 對不對 以後就不用去想說名稱叫什麼 反正ABCD就好了嘛 夠簡單吧 然後呢 形態要叫什麼 如果你 不想改的話 全部都用Texcel也沒關係 因為Texcel的好處就是 反正你放什麼都可以啦 只是說你取出來之後 你要自己轉型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懶得改啊 你只是想要把資料放進去的話 恨其人家方法 欄位叫ABCD 然後呢 形態全部都叫Texcel 那資料庫的主要目的就是 只是儲存而已啦 那將來你把它讀出來 你自己在轉型 也沒問題 OK這個是OK的喔 好處就是比較不會出錯啦 絕對不會 你以後如果你要改的話 你再慢慢改 OK 好那假如說AB 有沒有然後CD的話 你就是再把這個 這個A C的話就是把 豆點B 複製一下 豆點B再複製一下 有沒有 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選豆點B 前面是欄位名稱 後面是他的型態 很簡單嘛 就ABCD D 1 這樣的話我們就 5個坑嘛 ABC 沒問題 有沒有 這樣最簡單 以後的話 也比較不容易出錯啦 不然我發現那個資料庫 真的 出錯還蠻常見的 好 所以我們就是建了一個 Db 建了一個 Member01的一個資料表 然後只能夠5個欄位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把什麼呢 把資料呢 寫進去的話 欸 接下來寫進去要怎麼寫 寫進去的話就是把這邊的資料有沒有 其實中間的部分應該是不用改 那只是說要怎麼把 這兩行喔 特別注意喔 這兩行是insert into 一筆資料 有沒有 那我們現在是 需要新增50筆資料喔 所以後面的部分請你把這兩行有沒有 把它移到 這個回圈的裡面 新增一筆資料 新增一筆資料 請你把這兩行喔 關鍵的地方喔 把它移到這個回圈裡面 按個TAB 意思就是我要在這邊新增 但是我新增的話 可能第一個要改什麼 insert into就不是TABLE01 insert into應該是Member01 所以第一個 好我要把資料呢 幫我寫到Member01喔 OK OK 那Value的話呢 是放什麼呢 關鍵的地方來了 這個 目前只有兩個資料 可是我有五個資料 那五個資料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這五個大瓜糊 有沒有 所以喔 關鍵的地方來了喔 最容易出錯就在這裡喔 如果你這個 關卡可以過得了喔 後面就簡單了 我一般習慣喔 五個欄位我就直接把他怎麼樣 就是這五個東西 所以喔直接怎麼樣 其實乾脆這五個東西喔 直接就把他複製過來啦 意思就是說 乾脆這樣就是 直接在這邊呢加五個 大瓜糊 OK就這樣啦 五個嘛 五個欄位 可是要放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跟這個一樣 Format 把這一堆東西喔 把它放到這個後面就可以了 那特別是喔 點嘛 點Format 瓜糊嘛 然後呢 就是在把這個 第一個 放在第一個 第二個 放第二個 第三個 放第三個 一之類推嘛 所以喔 中間的部分的話 其實一樣啊 可以把它複製過來 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就是一個蘿蔔坑的概念了 那 他這個 List2的話呢 會隨著你第幾個會員喔 他會去跑 第一個嘛 就是 1號 先幫我切 切之後的話呢 就幫我 insert into 進去 然後 那五個欄位的話呢 後面就放這五個資料 所以喔 其實前面的部分 做出來之後 你 兩 合為一的話 第一步喔 記得什麼 把中間的資料 改成五個大刮壺 後面的點 其實點 點formatch 其實你也可以 乾脆就把這一串的程式 貼到後面 只是說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貼的時候要特別小心那個刮壺啦 點formatch有沒有 它有個前刮壺 所以後面的話 一樣有個後刮壺 所以喔 記得喔 這個是Sprint的 應該是複製到這兩個 兩個 這個是print本身的那個 後刮壺就不用 就這一個把它複製貼到 這個後面來 這樣子 就 大功告成了 好這個嘛 把它移到這邊來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那它怎麼 1號 寫進去 2號 寫進去 3號寫進去 OK有沒有 然後呢 後面就 i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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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最後的話呢 一次性卡密的話 你不用說每一次 寫一個 卡密一個 寫一個卡密不用啦 它這50個寫進去 最後一次確認 最後一次說 好了寫進去 這50個我都要寫進去了 最後把它close 並且呢 跳出那個寫入成功 的訊息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所以1 記得喔 把那個我們上個禮拜的新增 資料點py檔 把它複製貼過來改好了 那基本上呢 前五行有沒有 基本上只有改 這個 跟這一個 然後後面的話就 ABCD 1然後欄位 形態就先用Test好了 那2的話呢 這個是原來的 底下的話只是把 這兩行喔 把它按Tab 然後這邊做修改 改的話呢就是其實從這邊 拿來改而已 OK其他沒改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論論看 如果OK的話呢 表示就成功了 試一下喔 執行一下看看會不會OK 執行 他說呢 這邊有一個錯誤看一下 Not such column Not such column 黃 配 0 Answer into Execute 他說第16行 這個執行錯誤 他說AppleL Not such column 藍錯誤 這個寫過來 這個應該是 12 3 4 123 沒有 4 5個資料 Insert into 他錯會錯在寫 D1好像就出錯了 我知道 Insert into A B C A B C 定的話可以 再把這個什麼 這個把print 先這個 這兩行先關閉好了 先不要寫 我們再print 結果看一下 把這邊print 看如果這邊資料OK的話 看一下print的 結果OK 這個非常容易出錯 只要一點點沒有掌握好的話 那就很容易出現錯誤 這個看起來沒錯 1 斜入到A 斜入到B 一個羅伯尾坑總共5個藍 Member 那我把再執行看看 Member01 執行一下 這兩個打開 Execute 第16 第16 還是出現這個 Nazic column 變成 藍位名稱 如果說假設發生這種狀況 除了可以看程式之外 我們來開啟 開啟那個資料庫看看 因為我把它放在 低點底下的這底下 叫Member01.d 開啟來看看 是不是這邊有出錯 Member01.db 它這邊會出現 CREATE TABLE ABCDE 沒錯 BLOWS DATA 這裡面沒有東西 那如果說我要寫入 進去資料的話 Insert into 我知道了 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哪個地方呢 記得喔 如果是文字有沒有 文字形態喔 記得喔 請你在大瓜湖外面要加什麼 加那個引號 因為如果沒有加引號 他就出錯了 對 除非你是用那個數字 數字不用 但是文字的話一定要 這個地方 這個要特別小心 有時候 一個小地方沒注意到的話 那就出錯了 有沒有 所以記得喔 大瓜湖外面 如果是文字形態的話 記得一定要前後都要有單引號 沒有單引號也不行 OK 好 所以喔 看起來沒什麼啦 但是說真的 只要一個錯誤發生 就可以 弄一整天都要弄這些東西好了 執行看看 寫入成功 有沒有 OK 所以 這個也很容易出錯 連我有時候 就會忘記 有沒有 OK 現在 那大家有時候錯怎麼辦 是要找方法 可以把這個問題給找到 不然的話 每天 因為有的人 不是每天都在寫程式 所以呢 如果你這東西 假設你 不懂的 所以最好可以把這個固定的SOP 可以把它寫出來 因為乾脆照SOP算了 然後 把那個 最重要的部分 記下來 以後就照這樣的方式就好了 否則的話呢 如果你沒有把這個記下來 光要去try這個錯誤啦 如果你沒有什麼經驗 永遠就會出問題 OK 寫入成功之後的話 最後 我們在利用什麼 開啟這個 用那個 SQLite Browser這個小程式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Member01有了 Browse Data 有沒有 1到 50個會員資料呢 就 通通幫我把它加進來了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資料不還蠻妙的 理論上 應該我們全部型態都是TEST 都TEST 對齁 但是你會發現 他其實到底是聰明還是什麼 他會自動幫我把他好像轉 轉換 如果他裡面是數字 他好像自動就幫你把它轉成 數字形態喔 雖然你 定義的時候是 文字形態喔 但是我後來發現喔 如果裡面全部都放數字喔 他會自動幫你轉換成 數字這個動作喔 OK喔 所以 也就是如果你將來要查詢的話 甚至單一號沒加 那 查編號是OK的喔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 其他就不OK 因為你 主要是可以看對齊方式啦 有沒有他靠右對齊嘛 這靠左 這也靠左 表示都靠左都是文字嘛 靠右的話呢 表示是數字 老師所以就像NM讀出來 就是數字 就不用再轉 沒有 有可能 我是猜測啦 看起來是 看起來是 而且我踹過好像 印象中喔 沒有加單一號也可以 OK喔 所以這個 當然每一個資料庫的 這個狀況不太一樣 理論上是應該要加啦 但有時候 這個看起來好像他有 有比較貼心的 設計啦 對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我們現在資料已經OK了 所以下一關的話呢 我們就要做查詢了 再把資料查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怎麼把檔案讀取 跟建立資料庫 合為一的話 這個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喔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